秒杀就是一个照面就分出胜负 是斗士之间最具色彩的决胜方式 在UFC的赛场上也出现过许多十几秒就KO的秒杀场面 但很多都是虐菜 今天我就向你们展示我精选的五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势均力敌对手之间的秒杀 一起来屏住呼吸吧 第五宋可南对暴毙纳什 玉面杀手宋可南是中国力量军团的中间力量 多次依靠重拳直接摧毁对手 被国内全民分为一拳超人 在这场比赛的第九秒 宋可南依靠精准强烈的右手直拳 一拳直接击飞对手 随后对着纳什的头部一顿暴风咒语般的输出 直接把纳什砸得天旋地转 抱着裁判不撒手 挠了个大笑话 这场比赛15秒获胜的宋可南 创造了中国选手在UFC的最快KO记录 一直保持之急 宋可南向大家证明了 中国人一样可以依靠爆发力一拳摧毁 训练有素的其他国家斗士 秒杀指数两星 第四 龙达罗西对凯特辛加诺 龙达罗西是UFC造星运动的第一代女选手 柔道出身的龙达罗西 依靠靓丽的外表和霸道的投机 统治UFC女子出量级长达数年之久 依靠一招十字顾更是吃遍天下 人们都知道他要败断你的手 但你就是防不住 凯特辛加诺就不信这个鞋 非要把罗西从冠军王座上拉下来 挑战者辛加诺开场之后冲过八角龙中线 照面就是一个飞膝直冲罗西面门 罗西一个侧闪躲开顺势近身裸爆 辛加诺与罗西在地面颠缆导缝 但被更强硬的罗西压制在身下成了小可爱 当辛加诺想起身时 罗西已经拿出了自己的一条胳膊 并顺势拿到了十字顾的位置 辛加诺一身力气无用武之地 在弯点拍 罗西就会把自己的胳膊无情的败断 全程14秒 这就是关节技的威力 为什么这场比赛会被选中呢 首先这是一场冠军赛 足够重要 其次 罗美达罗西的出现 让女子选手从乱打的妇女斗殴 进化到可以比拼男选手的技术 让女子比赛不再是调位品 秒杀指数三星 第三 齐马耶夫对卡文霍兰德 齐马耶夫是最近几年冒出来的新星 他以强烈摔跤 让UFC刺中了解 找不到一个愿意与之对立的高排位选手 反嘴跑火车的齐马耶夫 机缘巧合配对了同样暴躁的凯文霍兰德 赛前声称要图狼的霍兰德 面对冲向自己的车城郎 一拳没输就被带到在地 一身奔灵毫无实战空间 赛前备战全部复制东流 随他怎么拆吧 齐马耶夫双手如同两把老虎钳 死死扣住霍兰德的身体 任凭霍兰德闪转腾挪 老虎钳就是不松 就像被科莫多巨蜡咬住的猎物一样 霍兰德挣扎了几下就开始越来越慢 即便进入封闭式防守 也只是图有招架之功 很快就被齐马耶夫破开防守 开始砸拳 齐马耶夫一直控制下尾的霍兰德 能够看出齐马耶夫的听劲很强 能够预测霍兰德的下一步动作 在霍兰德翻滚逃脱时 齐马耶夫预测并抓住了他的空档 开始拨置打死角 先用日本领节攻击霍兰德颈椎 在他逃脱时完成打死角 冰死霍兰德有助吃奶的力气逃脱 无奈这是一个死扣 打扣的部位在他摸不到的背部 万般屈辱下 一拳位除的霍兰德 只能在晕过去之前投降 为什么这场比赛 我把它排第三呢 因为这场比赛 全面的展示了综合格斗比赛 与其他战力格斗的协助区别 你练了一辈子拳头 我有办法让你一下子出不了 就晕过去 这就是降维打击 这就是MMA秒杀指数四星 第二 马斯维达尔对奔阿斯科伦 我不允许你没看过这场比赛 这也许是UFC前无古人 后五来者的最快秒杀 除了使用美式聚合 很难想象 还有谁能比这场比赛 更快的完成终结 一切的言语都是累赘 只需要摒弃凝神 秒杀指数五星 第一 康囊麦格雷格对合赛奥多 也许你没看过UFC 但你一定知道 嘴炮康囊麦格雷格 在他的职业生涯里 在渔量级冠军统一战中 13秒击败合赛奥多 是他的里程碑 也是一个时代的里程碑 在此之前的合赛奥多 十年不百 十年 这13秒是技术心理的博弈 精准战胜力量 实际战胜速度 在两人的初次接触中 嘴炮后撤右偏奥多前进 一个后手差点完全击中奥多的头部 嘴炮已经将距离和时机 计算到了极致 当再次接近时 嘴炮低踹攻击奥多的膝杆 你不是要防脸吗 我就打你的腿 两次命中 再次在心态上占据上风 恼羞沉重的奥多 选择上部冲击嘴炮 但他这时暴露了自己前冲的讯息 我们看嘴炮的右手 他一直向触虚一样测试奥多 当奥多防守时 他会同样排击嘴炮的右手 因为他不知道嘴炮什么时候会打刺拳 这是本能 但当自己选择进攻时 他就不再担心嘴炮的刺拳了 所以他本能的避开了嘴炮的右手 让嘴炮察觉到了进攻预兆 回到嘴炮这边 当对手不再打了自己的右手 那么他只有一个选择 要忙了 当奥多前冲的一瞬间 嘴炮直接一个后手评勾 精准击中奥多的下巴 这个合力让奥多瞬间失去平衡倒下 再也没有站起来的机会 这个震惊世界的KO 仍让嘴炮从一个爱尔兰的水管弓 真正站到了UFC赛场的巅峰上 成为UFC历史上最具票房的明星 一位嘴炮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将UFC运动员的收入 提升到了与足球运动员 C罗梅西一样的高度 改变了这项运动野蛮的固有印象 开创了这项运动的星河 秒杀指数五星加